今集開始,我們會進行編程了 提完這一集,相信大家應該可以通過 Weather Beat,讀隨度溫度、濕度、大氣壓 風向、風速和原涼等等的氣象數據 然後定時在Microbeat的LED燈上展示出來 我們首先在瀏覽器進入Microbeat的編程環境 我們輸入網址 然後打開一個新的項目 現在介面是中文的,如果你想轉其他文字 只要在右上角的齒輪仔 暗語言這個算項就可以選擇你想要的語言 Weatherbeat是一塊抗戰版 Microbeat自帶是沒有它的Library 如果我們想在Microbeat使用Weatherbeat進行編程 首先我們在Microbeat要添加了Weatherbeat抗戰版的Library 這樣才可以釣用到Weatherbeat的功能 我們先點選職務區最底部那個進階的選項 然後找到抗戰這一項,點進去 在Search 欄打8分 然後會見到一系列抗戰的Library 選擇Weatherbeat Library 節目區就會增加一項Weatherbeat的選項 我們在節目區點選Weatherbeat這個選項 可以見到一堆節目 接下來我們會分別介紹怎樣用這堆節目讀取氣象數據 首先我們會介紹一下怎樣讀取溫度、濕度和大氣壓 在Weatherbeat這個選項中 會見到 Start Weather Monitoring Temperature Persure 和Humidity幾個節目 Start Weather Monitoring 節目是用來初次化BME280環境傳感器的 初次化之後 程序先可以正確讀取溫度、濕度、濕度、大氣壓等等的數據 那我們要放在哪裏呢 初次化一般自做一次 所以我們通常會在當啟動時就釣用了 完成了初次化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主程序 即是重複無限這裡 讀取溫度、濕度和大氣壓 就可以了 我們分別釣用Temperature、Persure和Humidity這些職位 他們的反匯類型是數值類型 要注意下幾點 釣用Temperature之後 我們要除以100 才可以得到實際的溫度數值 單位是攝氏 釣用Persure 我們要除以25600 才可以得到實際的大氣壓 單位為HPA 而釣用Humidity之後 我們要除以1024 才可以得到實際的相對濕度和 其單位是% 為何要這樣做呢 原來是Weatherbeats 抗戰版開發的階段 Madecode是未支持浮點數 即是大少數點的數 所以為了提高反匯數值的精度 需要進行少少數學運算 好了 我們先將程序下載到Microbit 看看有甚麼效果 我們為項目改好名字之後 直接按左下載按鈕 然後可以下載到一個HEX檔 插上Microbit之後 電腦會出現一個名為Microbit的外置裝置 它可以像USB一樣打開 只要將剛才的HEX檔 Copy到Microbit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用Google Chrome這個瀏覽器 可以在右上方的磁輪鍵 看看有沒有配對裝置這個算項 如果有 我們可以嘗試一下進行配對 如果成功了 當我們點下載的時候 就會直接Save到Microbit 不用再自己Copy多一次 方便很多 現在Microbit會不斷顯示獲取的數據 剛才說過 我們是希望定時顯示數據 那怎樣才能做到定時顯示呢 我們就要用到 變數和運行時間兩個職目 再配合邏輯條件職目 運行時間CrowMX 它返回的是Microbit 由啟動那一刻 到現在的運行時間 它是以學廟MX做計算的 我們建立一個叫做Time的變數 然後在當啟動時 將運行時間先付席給它 在重複無限次度 我們要增加一個邏輯條件職目 它的條件是 滿足當前運行時間 減Time 大約我們想要的時間 才會執行 好 程序執行完成之後 記得要將當前的運行時間 庫植給Time 就可以實現到定時執行這件事 好 留個問題給大家想一想 我們這樣做 運行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出現數據日出的情況 大家可以先上網找一下資料 看看什麼是數據日出 看看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和怎樣解決 如果真的不知道 可以留言或是Cmail來問 好了 接下來我們會讀取風向、風速和雨量 我們在職目區點開Weather Beat這個選項 會見到 Start Wind Monitoring Start Wind Monitoring Start Wind Monitoring Wing Wing Speed Wing Direction 這幾個職目 Start Wind Monitoring Start Wind Monitoring 和Start Weather Monitoring 其實它們是相同的 都是進行初次化的工作 我們要在當啟動時釣用 完成初次化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程序重複無限度 調用其他數據的職目 例如Wing Direction Wing Speed Wing Speed 都有幾個地方要注意 調用Wing Speed 我們得到風速的數值 單位是英里每小時 我們最好轉成本地慣用的 公里每小時做單位 風速數據每隔兩秒就會更新一次 調用Wing Direction 我們可以得到風向 它返回數值的類型 是String 至乎串 表示八個方向 包括E X W N NE等等 我們在用風向計之前 我們要先做方向的校正工作 調用Wing 我們可以得到雨量值 它單位是英寸 最好轉換成本地常用的MM做單位 因為雨量計的特徵 Wing返回數值 會一直儲存降雨量的數值 直至重啟Microbeat 或者在程序中調用Reset做重啟 OK 我們再下載到Microbeat 然後接上氣象道件試一試 好了 Microbeat氣象站 數據採集部分的Pitching已經講完了 大家如果有鍵在手 應該好像我這樣 可以獲取到氣象數據了 在下一集 我們將會介紹一下FinkSpeed 這個免費IoT雲暖服務器 我們會分享 如何注冊一個免費的帳戶 以及為這個項目 開設一個專用的頻道 為之後 將氣象數據上傳做準備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